香港特首不撤送中逃犯条例 中国表支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一宣布 尽管有大规模的抗疫犹新 她依然没有计划要撤回将犯人送往中国的逃犯条例 据纽约时报报道 香港政府提出这项引渡法案 会将逃犯移交至领土 香港目前的逃犯移交协议 不适用于中国、澳门和台湾 政府想要在7月之前通过修法 便能够审理之前犹台杀害女友的相尸案 香港男子 微报报道 该法案的反对者表示 这条法案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推动 因此引发人民担心 北京未来可能利用该法来引渡政治活动人士 持不同政见者或其他反对者 上周日超过百万人走上街头 抗议逃犯条例修法 原本是最和平的抗议活动 却在午夜过后变得暴力 警方用警棍和胡椒喷雾 击退想要占领立法会的 视为抗议者 虽然遭到反对 但政府并没有计划 要调整法案内容或撤回修法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理由是 防止香港成为逃亡天堂是必要的 他也宣称 该法案有符合国际标准的人权保障措施 并将落实保障香港独特的自由 据卫报报导 中国外交部表示 支持香港通过这项法案 在周一的一篇社论中 如果官媒 中国日报 也为引渡条例辩护 并指责 使外国势力 在香港制造混乱 在香港制造混乱